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小晴 欢迎您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报 我们要来告诉大家 今天可以说是国庆的连续假期 那希望大家都非常的平安 不过在今天我们看到 真的是消防人员蛮翻了 因为呢很多人在国庆连续假期的时候呢 他们出去玩 出去玩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看到的 他们是违法跑去 所谓的野稀的地方去露营 所以在今天呢 大家就出现了很多人 就在那边疯狂的开始在抢救 那在抢救的过程当中 我是觉得抢救是一件事情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一个地方 是登山的这个部分 它并不是违法登山 但是已经出现有两个人摔下去 有一个人不幸死亡 我们要说的是 我最不喜欢看到的 就是有人说谎的这个部分 今天有个情形 就是讲到在宜兰的这个神秘海滩 已经出现了是说谎的罗生门 我要说如果你三点多 人家已经叫你离开了 你不离开 然后你说我本来就没有要露营 但是为什么 你到十一点多才报案 这个事情到这个时候 年代晚报要严正的谴责 你里面有小孩子 你里面有孕妇 你还有四只狗 好你说狗不重要 但是你这样子七十三万 要全台湾的老百姓买单 到现在还讲得不清不楚 我不晓得你们到底是要干什么 所以我今天要来讲到这个事情 真的无法容忍的 你到最后还在说谎 我今天来跟大家讲这个事情 现在来讲到的 险害十六条人命 你知道到最后的话 还好有救回来 如果没有的话 这是十六条人命 你知道吗 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的 就是诱缘老师确诊 来导播帮个忙 我们那个镜面没有弄好 你那个镜面要调整一下 否则我现在看到的是看不到这个 我们的回看内容 另外我们再来告诉大家的 在今天要告诉大家 台北市的内湖 台北市内湖的幼儿园 今天可以看到的就是呢 老师确诊 他呢可以说住在戏址 而且匡列了一共是98个人 还要告诉大家的 今天这是一个五月份的旧案子 那31名的幼童居家隔离 还要告诉您呢 今天就说呢 这整个的宾室大机车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大机车呢 他在现场 而且呢 他的车主落跑了 险害16条人命 但是他说我没有落跑 我有报案 但是他有报案 他报案的时间说是8点多 但是为什么警方收到的消息 是11点多呢 所以到底谁在说谎 宾室大机车喊冤 但是他没有出来 他说的是真实的话吗 但是另外的16个人 他们说的又是真实的话吗 我们来跟大家揭开神秘的面纱 我们要说的是 请你不要说谎 所以年代晚报在今天告诉大家 真实的状况是什么 这16个人没有完全说实话 大机车也没有完全说实话 那真相到底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真相到底是什么 他的车子就在这个地方 他的车子有挡住他们的出入吗 我们要跟大家还原这整个的内容 好那我们今天再来告诉大家 就是3Q哥的部分 大家说要罢免颜宽恒的之外呢 就是来讲到这个陈伯伟 但是陈伯伟要把颜宽恒给拉下来 颜宽恒说你罢免陈伯伟干我什么事 可是今天最新的发展呢 就是陈伯伟这边就咬了说 哎我跟你讲哦 颜宽恒他也有用到公费 跟他的爸爸上酒店 那这是卓冠婷说的 可是呢颜宽恒这边说 你要罢免的是他 又不是罢免我 为什么要扯到我身上 可是我们来看到这个事件 已经演变成这样当时的这个起诉书都拿出来 所以这个事件演变从台中又烧到了高雄去 为什么烧到高雄去 当然还要告诉大家 就是在昨天我们看到了国庆日 国庆日蔡英文总统的致辞非常的特别 在今天的非常特别当中 要跟大家在解读的四个坚持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小英总统的四个坚持当中的第二点 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这个第二点当中讲到的就是两岸互不隶属 互不隶属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两国论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小英总统就讲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是互不隶属的 那互不隶属马英九就说你这个是挑衅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说挑衅 他只是点出了现在的事实 因为呢他说坚持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其实现在我们知道中华民国本来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嘛 小英总统只是讲出了这个事实 但讲出了这个事实其实非常重要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这个逻辑 当你是互不隶属的时候 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就要遵循台湾人民来决定 而不是中国人民来决定 所以这一点呢当然中国没有办法接受 那我要知道中国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 我不能理解的是 为什么第一个跳起来的是谁 第一个跳起来的是马英九 马英九为什么这么急 你看马英九在这次的事情当中 他对于小英总统在这个所谓的 foreign affairs当中 到底是不是用President of Taiwan 或者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他都跳起来了 为什么他这么激动 那我们今天还要来告诉大家的 就是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们要说的今天包括了你怎么看 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了我们要讲小英总统 他在国庆的演说当中 他五次讲到了72年以来 他为什么要讲72年以来 我们知道这次的国庆是多少 110年 他为什么要讲72年以来 72年以来是讲民国38年之后 这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来告诉您的 就是你怎么看 蓝宇的16级强风 今天晚上要特别小心 小心的还包括了就是台中跟马祖 我们今天有现场的部分 还要来告诉大家 就是昨天晚上的国庆烟火是在高雄 你有没有看啊 我整个看了直播 要跟大家来分享有五大亮点呢 还有台电被爆出来说 有高官脱口罩去唱歌吗 以及台湾的飞弹曝光了 还要告诉您25个台新非常的现实 他们到底现实在哪里呢 他们不是10月1号的时候 跟这个中国说 哎呀什么祖国生日快乐吗 但是对于10月10号的双十国庆 他们完全没有说话 这就是现实吗 好我们来看到在今天新闻重点当中 包括了什么 你可以看到在今天呢 陈伯维他的动作是相当之大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卓冠婷出来挺陈伯维 他就细数了严家的黑历史 另一方面我们再来讲到 就是在讲宜兰的神秘海滩的这个部分 到底谁说谎 这里面出现了罗生门 我们跟大家来还原这个事情 我觉得说真的 不会要有人要你赔73万 因为现在并没有发布什么台风警报 那个时候没有发布 所以很倒霉的是 我们所有的老百姓都要赔73万 但问题是你真的 最差最差你不要说谎 因为你说谎真的让人家非常的生气 你说你真的没有要露营吗 那你没有要露营你带那些东西干嘛 你说你真的想要走吗 你三点多就应该要走 你为什么十一点多才报案 你为什么这样子做 真的是觉得我觉得非常的不齿 我来告诉大家今天 本土新增一例 已经是加龄喊咖了 这个个案是一个40多岁的女性 扯到了一个幼儿园 这是台北市内湖区的某一家幼儿园 她是一个老师 她7月份的打了一剂的莫德纳 她在今年的5月份下旬的时候 还出现咳嗽的症状 所以她到底什么时候感染的呢 现在整个大规模的匡列 98个人列居家隔离 67个人自主健康管理 98个人居家隔离 是不是要隔离14天呢 目前是朝这个方向来进行 而且呢 这个幼儿园是停止上课14天 可是会不会缩短 他们说要看大家抽验的这个状况 可是很奇怪 这个幼儿园老师 在今天PCR检测是阴性的 他们就说他算是旧案 那另外还有今天 很多人就讲说 今天算是这个年龄大放送 第11轮的BNT打第一季的 47岁的开始左右都可以来打了 然后第12轮就是再往下开放 也就是所有年龄的人都可以打到BNT了 当然要谢谢的包括了郭董 除了郭董之外 还有就是台积电 还有就是这个慈忌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除了先前已经开放的 这个内容 打这个内容之外呢 我们看到就是BNT再规划 44到23岁都可以打 11月13号意愿登记结算 那还有一个开放也是今天最新的 就是先前已经开放的 家户安民儿童病房之外 今天普通病房 慢性病房的探病也开放了 但是呢大多数住院的急性病房 还没有开放 那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事件 大家就说 我们要说今天这个部分 到底怎么回事 主要呢再讲到陈柏惟的这个部分 有什么最新的发展 主要陈柏惟的这个部分 就卓冠婷在今天 他其实从礼拜五就开始爆料 爆料到现在呢 烧到了严宽恒 那卓冠婷的说法是说 2000年 严清彪在担任台中市议会议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只有23岁的严宽恒 他跟着爸爸一起用公费上酒店 那当时呢 他们就是相关的人啊 还有这个相关的勒鼠案当中呢 严宽恒服务处变成了黑道 在交付赎金的地方人士 那严宽恒自己经营的槟榔摊 也是相关的这个相关的案件 反正讲了一堆都跟他有关 那严宽恒今天怎么回答 他说海线屯区的乡亲重情重义 你如果真的爱过这块土地 就应该明白背叛有多么的难过 而且他的助理也回应说 主角又不是我们 我们就不回应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件当中 说真的啦 这次要来讲到是不是罢免的 没错讲的是3Q陈柏维 当然没有必要把严宽恒给拉进来 可是现在大家就讲说 因为陈柏维被罢掉的话 重新来选举 当然严宽恒的机会很大 他上一次输给这个陈柏维 大概输5000票左右 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觉得大家还是把它单纯化 你要不要来罢掉陈柏维 你就单纯的看他的行为 不要讲那么多以前的事 就单纯看他的行为 那我今天再来讲到一件事情 这个也是昨天发生 我自己觉得应该要好好的看一下 不能说昨天发生就不发生了 我自己觉得经济部的解释 也很奇怪 我们的五倍券 怎么会出现简体字 要不要来看一下 这些简体字 你说是巧合出现吗 我不是真的觉得这么巧合 这个事情就算是跟唐凤 没有关系 但是跟我们的五倍券有关系 而且我们讲说 这个是我们官方的五倍券 出现这些简体字 不是非常奇怪吗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一件事情说 台风来了 这次的台风原规 没有登陆 但是台风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风从哪里来 所以我们来唱这首歌 风从哪里来 昨天的这个烟火很漂亮 但是没有这首歌 但是很多歌啊 丢丢当 什么 丢丢当 每一首歌我都跟着哼唱 我觉得很棒的交响乐 那这首风从哪里来 我就想到邓丽君 风从哪里来 对不对 爱想一阵风 我们今天讲说 这个台风呢 风从哪里来 我同样要问的是 请问这个五倍券的简体字 风从哪里来 这个简体字到底从哪里来 好我们来看到 在街的新闻重点当中 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就是 你知道吗 这次在宜兰的秘密海滩 险害16命 还好人家拼了命救你们 真的不应该再这样子 还有互不隶属说 小英的这句话 非常的重要 因为小英总统的这句话 代表着 他现在已经不再竞选连任 这是他心内的话 他下一步怎么样来实现 还要告诉大家的 内湖幼儿园的老师确诊 以及在今天我们要说呢 中国跟印度变得非常的激烈 印度他们有PO出这个 庆祝我们国庆生日的蛋糕 还要告诉大家的 马英九被打脸了 因为呢 小英总统有说中华民国 而且说了六次之多 再来告诉大家的 就是在这次的这个国庆日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大家可能注意到英雄游行 对不对 我注意到了 我们有四款 我们国内自己制造的飞弹 包括了列准 首次的亮相 这个讯息是非常的特别 好 我们来告诉大家 小英总统为什么说了五次 72年来 你怎么解读 还有原归台风 我们来看到 在今天的新闻重点 好 你可以看到在今天的新闻重点当中 就包括了 我们要关心的原归台风的这个部分 而在原归台风的部分 其实它虽然是从我们南边的巴士海峡经过 但是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而在今天不要掉以轻心的这个部分 我们要告诉您的 没想到没想到 今天状况最为惨烈的是什么 就是在西水地区进行的大抢救 还有就是陆树的倒塌 我们的报道 好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 大家就说这个大G 很多人说大G是什么 其实大家就来看这个大G 就是宾市车的一个车子吧 他们外号叫做大G 然后这个大G呢 因为大家昨天在抢救的时候 在这个宜兰抢救 发现这个车子已经半斜在这个河床上 所以大家就说 哎呦以为那16个人 有一个人是开大G 就那16个人就说 没有那不是我们的车 然后说我们本来要出去 被这个车挡住 然后这个车的车主说 我怎么挡得住你 那个地方那么大 我不是挡住你 然后人家就说 是不是你落跑 你会害掉这些人命 但他说没有啊 我有去报案啊 可是他根本没有直接 跟119报案 那为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 来第一个大G驾驶出来喊冤 第二个就是国庆 小英的四个坚持 在中国引起了振振联谊 还要告诉您 印度挺台湾 今报10月11号 今报10月11号呢 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的 今天这个内容啊 就是说 到底是这16条人命救回来 先三风暴 第一个 兵士大机车 车主落跑 他否认呢 他说这16个人 自己想要留下来的 他们在里面 怎么受困了18个小时呢 第二个 小英的互不隶属 是不是两国论 第三个 清水地热园区 也一度出现了 受困的抢救状况 那我们先来告诉大家 今天就是本土出现了一例 我们刚刚说幼稚园老师嘛 那我们跟大家讲一个 这个地方哈 说真的 我之前也常跑去这个 宜兰冲浪 对不对 乌石港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地方 你知道这个地方 他们说 秘境啊 秘境 但是呢 过去曾经有出现过 不幸死亡的案例 四个人不幸死亡 一个人失踪 所以有被列为禁地 然后到今年三月才开放 三月才开放 你不可以在那边 所谓的露营嘛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这个地方就是叫做 宜兰的秘密海滩的海石洞 这海石洞呢 它的车子啊 据说它有好几个洞口 然后呢 他们这一群人 16个人据说是开了 四五台车 昨天上午这16个人 就去南澳神秘的沙滩 他们进入了海石洞 欣赏海景 下午三点多 传出他们要离开 可是呢 大机挡在外面 车主说要找人来脱掉 结果消失 这是一个版本 那他们只好在当地人说的 第三洞的海石洞之内 所以你看到的 就在这个第三洞的这个里面 但是呢 这个大机车的说法不一样 他说我的车子在这里抛锚了 但是我看到他们在里面 我跟他们说 你们赶快离开现场 因为这里可能会涨潮 然后我的车子抛锚 我也要去找人 我到八点多晚上 看到奇怪里面 怎么还有灯光 他们没有走 他们带了很多的设备 包括了什么过夜用的 过夜用的东西啊 什么清洗的东西啊 睡袋啊 他觉得很危险 然后他就去报案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你报案 为什么警察到十一点多晚上 才收到报案 原来他是跟一些易销讲 他并没有直接跟119报案 这不就很奇怪了吗 然后这16个人怎么讲 这16个人说 这个车子挡住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出来 但是这个大机车说 我是在这个路 路没有错 可是他有好几个洞口 他可以憋着地方出来啊 那我也觉得很奇怪 这16个人 如果你没有要过夜 如果你觉得危险 你为什么三点多不报案呢 你为什么到十一点多才报案 你不觉得这很神奇吗 对不对 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那我们来告诉大家 最早得到报案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要报案 要稍微不要那么自私 你早一点报案 人家救难人员 不会 嗷嗷嗷嗷嗷去帮你抢救 那他们也有生命危险 你知道吗 他们最早得到搜救通报 是昨天晚上11点14分 人家都不用有假期啦 人家赶到现场的时候 看到哇 这个车子已经一半在水中了 然后很急啊 这18个人 他们是晚上11点43分赶到现场 他们很急 晚上又很黑 他们就想说两个阶段救援 第一个阶段说 我从上面 我从上面下切的方式 结果发现不行 我有100公尺深的断癌 而且那个断癌是非常崎岖不平的 他们就发现不行 尝试了非常多次 要用绳子降下来很危险 所以11点14分 一直到零前3点41分宣告终止 后来有人说 我们这样子赶快动用直升机 他们就跟消防署申请了空勤直升机 4点52分 那好几架直升机来就救援了 结果分了好几梯次之后 早上的7点01分 全部都把他救回来 在这当中呢 有两个人受伤送医 有一个孕妇跟一个小孩子 那一共是谁受困呢 受困的游客有11个人 有11个人当中呢 有11个大人 其中有个是孕妇 另外有5个孩童 还有4只狗 11个大人当中 有6个男的 5个女的 那我今天在讲这个事情是说 我觉得这些大人 非常的不负责任 因为你在这当中还有小孩 你在这当中还有小孩 那大家都知道 会有台风来 你不能想说 这个台风不会怎么样 而且下午的时候 其实风都已经声音很大了 你要求救 你怎么会拖到晚上11点多 你是不是想凹过去 我还可以在这里露营 我觉得这一点 我最愤怒的是什么 我们全台湾的老百姓 要帮他付这73万 然后你还说谎 我至少得到一个道歉嘛 至少你跟人家 这些救难人员说 对不起 我造成你们的困扰 没有 他们完全说谎 他们就说 我被车子困住了 我本来要走的 我被车子困住 可是现场的沙滩业者 非常生气 沙滩车业者说 我跟他们讲 叫他们赶快走 他们不走 他跟他讲了两次 我认为沙滩车业者 不会说谎吧 我觉得大家把他们 起底一下好了 我真的觉得 今天不知道他们是谁 我觉得可以起底一下 让大家知道 你们是多么尊贵的人 要人家在 连续假期的时候 去救你们 然后我们的纳税人的钱 要帮你付 我真的很不愿意付这个钱 我超不愿意付这个钱的 然后我跟大家讲说 疑点 第一个 你真的不认识 宾室车车主吗 因为一度有人传出说 这宾室车车主 跟你们是一挂的 为什么刚好他会在那里 你们后来就假装不认识 到底认不认识 那为什么 你们都到晚上 11点多才报警 那车主是谁 车主后来有出来 没有面对电视媒体 他面对平面媒体 他喊冤 他说我有 我有跟警消讲 很奇怪 你的8点多跟警消讲 为什么警察 11点14分才得到报案 然后会不会有相关刑责 我们找了一下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56条 有妨碍其他人 车通行处所停车 罚新台币600块到1200块 很少啦 真的很少 那你73万全民买单 因为我们没有发布 台风的警告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开罚 那沙滩车业者爆料 两度提醒 只劝离了4个人 另外16个人 他们想露营 所以不愿意离开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当然觉得说 你们可以获救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还是觉得 我可不可以在电视上谴责你们 我不能连谴责的权力都没有吧 我觉得真的真真超想骂的 你知道吗 我真的觉得超扯的 然后你看这个海石洞 他是在南澳火车站下来 这是你自己要开车过去的 一般人是不能去 而且你要开类似越野车才能去 乌塔火车站 南澳神秘海滩 你要开车去 而且他那个地方海滩 沙滩非常窄 海浪一过来的话 就会不见 他入口 这个所谓的神秘海滩 入口100公尺 100公尺很近 入口就是海石洞 他有好几个海石洞 2018年9月2号发生 两起游客沙滩车 被大浪卷走的事件 海中就造成是四个人死亡 一个人失踪 当时沙滩车核性业者也是死亡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事情 这事情难不成 不能公开他们的名字吗 我觉得应该要知道他们是谁吧 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发个声明 跟大家道歉吧 我们73万就这样子给了吗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新竹县 六个人因为他们在太岗野溪温泉 好像传出来也是违法在那边 所谓的要露营 然后呢 有消息早上非常混乱 最急的是救难的人员 因为都是在太岗野溪温泉 一下说三个人 一下说六个人 他们说都是在太岗野溪温泉 会不会是同一组人员 因为搞不清楚 搞了半天 三加三是六个人 他们两组人都是违法去露营的 根本不认识对方 所以当中有一组都找到定点了 有一组救起了一个人 另外的人就很紧张 大家救难人员跟热锅上的蚂蚁 终于在我进来之前 他们都救出来了 六个人都救出来了 宜兰县是清水地热园区 附近的民众受困 还好在十一点多已经全部离开了 所以我讲到这里就是 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休假 不要太自私 那回到这里我们再来讲到 小英的国庆说两国论 这个不是他讲两国论 他讲到互不隶属 那有专家就讲到说 是不是类似两国论 其实我觉得 他没有直接讲两国论 但是你问我说算不算 我想跟大家讲嘛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不是同一个国家 不是嘛 对不对 不是嘛 那你可以看到呢 在这里 小英国庆演说四个坚持 是最大的亮点 第一个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 第二个坚持中华民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第三个坚持主权 不容侵犯并吞 第四个坚持中华民国 台湾的前途 必须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 这些我们都没有意见 尤其是第二项 坚持中华民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学者认为这是两国论 马办的发言人 肖续成就跳出来说 这跟不挑衅是互相矛盾 我们年代晚报的评论是 互不隶属 这是一个事实 这并不是挑衅 因为中华民国台湾本来就不拥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来就也不会拥有 现在的中华民国台湾 所以这样子一个事实 大家面对以后 一个中国本来就是不可行的 我们凭什么去拥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 又如何来拥有我们台湾 所以小英总统 只是讲出了现实 而这个现实是马总统 不愿意去面对的 所以就是像是经济学人杂志所说的 马英九要当一个耳朵里长毛的 就像当时2015年马席会的时候 他就不敢在所有媒体的面前 当着习近平的面说 一中各表 就像是朱立伦 他也不敢再回复给习近平的 这个所谓的贺涵的感谢涵当中 你敢讲九二共识 你也不敢讲一中各表 你们都不敢讲嘛 所以那九二共识是个假的 那我今天跟大家讲说 这就是一个政治现实 这也是实话 就我觉得两岸之间 本来应该开大门走大路嘛 那小英的密码是什么 其实从这里面我要跟大家讲 小英讲到互不隶属 他是有密码的 这个密码我们跟大家解读 第一个 他是否定什么 否定习近平在九月十号 应该在十月九号 这讲十月九号 十月九号 我觉得习近平也是很怪啦 十月九号呢 他故意就是要抢这个话语前 因为十月十号我们是双十国庆嘛 那我们就庆祝中华民国的 一百一十周年嘛 然后呢习近平就要去搞个辛亥革命嘛 他要去抢话语前 可是辛亥革命是谁的局 辛亥革命是国父孙中山的局嘛 是国民党的局嘛 那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之后 是成立了中华民国嘛 所以习近平那很逗耶 你有没有看那个画面 就1949到2021 你不很奇怪吗 辛亥革命是发生在1949嘛 当然不是啊 对不对 1911不是吗 历史 我不是读文组的我都知道 那所以他就是推翻习近平在 十月九号说的 坚持一个中国嘛 就是没有一个中国这件事 第二个他否定什么 胡锦涛曾经界定 两岸关系是1949 民国38年 国共内战未解决的问题 他也否定了嘛 不是未解决的问题 我们就是这样子了 没有什么未解决的问题 没有什么我是你的 你是我的 没有 没有这样子 所以过去马英九时代 一直在纠结不清的说 一个中国 可是我说的是中华民国 你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国 没有了 小英现在要定调就是 我们就是中华民国台湾 我也不要你的 我不要自己自我膨胀 说我拥有北京 不用开玩笑 没有 但是你也不要拥有我 你从来没有统治过我 你也没有抽我的税 我台湾不用你管 我不用实施共产体制 就是这样一个情形 那国台办的马小光 当然不认 他就说大陆跟台湾 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 是不可能改变的 然后他们就开始 就开始公布说 他们有什么 什么什么飞机武器大炮 就来了三架 我以为他会来个三十架 他就来了三架战机 那陆委会也说 蔡总统 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 他支持蔡总统 就这样 那我要跟大家讲说 小英打脸马英九 因为马英九这事情 我也觉得马英九 前总统讲这个事情 讲了好几天 他一直讲一直讲 总之就是 你记不记得 就是小英总统 在这个 Foreign Affairs 里面针对 针对什么 针对那个时候呢 美国总统Joe Biden 不是讲到说 他跟习近平之间 有所谓的 针对台湾协议 台湾的Greement 他们就是会尊重这个原则 那大家就来讲说 什么叫台湾协议啊 台湾就说 是不是台湾关系法 然后中国就讲说 是三个联合公报 对不对 那各自讲 然后最后 美国的国务院的普莱斯 就讲说就是台湾协议 加六个保证 再加上三个联合公报 三个联合公报 就是中美建交公报 上海公报 817公报 反正中国的联合公报 就是说承认一个中国 还有就是说 不可以卖攻击性的武器 给台湾 台湾关系法就是说 可以卖防御性的武器 给台湾 反正就是这样子 但是呢 小英总统呢 他就有投书 给这个Foreign Affairs 讲什么 就讲说 我跟你讲哦 台湾如果轮亡的话 对你们没有好处 台湾如果被攻陷的话 对你们没有好处 那在这里面呢 马英九前总统 就挑了个毛病 他挑了个毛病 就是说 为什么是写 President of Taiwan 你不喜欢中华民国 你辞职好了 我当时看到这个 我就觉得 因为总统府就有回应说 我正式的投书 我是写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刮胡台湾 相关的期刊 他编辑 就把我们这个 Republic of China拿掉了 那我就尊重他的编辑 他已经回应了 我当时就有看到这个回应了 结果呢 马英九就一直讲一直讲 然后到了10月10号的 国民党的升旗典礼 马英九又讲一遍 就说你不喜欢就辞职好了 然后呢 小英总统 其实在10月10号当天的升旗典礼 在国庆的活动当中 他就讲了六次的中华民国 而且还说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那就摆明了是打脸马英九嘛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事情是说 那你这样子 这是马英九 他在之前 他在之前的时候回应 你看好 这在回应他给那个大陆方面 因为他当选党主席的时候 他回应的文 他在这里 你来摄影大哥可以看 他也是101嘛 刮胡2012嘛 那也是没有写中华民国呀 也是没有写中华民国 但是我觉得这也不能怪马英九 这是当时有协议好的 当时是有协议好的 那我现在是讲这个东西 就是说小英总统在这次的国庆日 他讲了48次台湾 六次中华民国 三次中华民国台湾 他在108年国庆 甚至讲了八次中华民国 那你怎么会说 他没有说中华民国呢 萧美琴在美国的国庆的活动 他讲最大公约数 就是站在民主中华民国的这一方 那我在讲到这一点 中国跟印度之间 不是就打来打去 这样轻来轻去 狼牙棒都拿出来 结果呢 这次他们又惹麻烦了 因为呢 他们在国庆日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发言人 王小健就发了一个Twitter 说你印度特定媒体啊 特定人士支持台独 结果印度反而就掀起了挺台湾的浪潮 印度的人民党呢 BJP 德里党的发言人 八家就悬挂了一个 这个驻双十国庆的海报 然后又公布他们切蛋糕 所以你这样子反而是更糟糕 好了 刚刚讲3Q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他发起从礼拜三开始 每天从他说要从凌晨5点走到晚上11点 对不对 要走100小时嘛 这个也可能会逆转肾 因为他是有点苦行僧 就是苦肉计的感觉 他就走走走 他走走走 跟大家来拉票 那今天是报小狗狗啊 就是杜绝狂犬病的活动 那昨天跟这个林长佐同台 他在那边擦汗 人家说你落泪 他说我没有落泪 我是在擦汗 好 美国新增24694例 517人死亡 一连串的报导 我们从哪里开始 我们从今天庄仁祥讲到了 内湖幼儿园的老师 确诊的消息开始 有一例的本土病例 临死亡个案 他是幼儿园的老师 慢慢的靠进来了 他一直靠进来了 哇塞 哇 整个地心机都比那里面 完蛋了 坚持中华民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我们最大的公约数 就是我们大家都站在 民主自由中华民国的 看也是哭 没有 现在没有哭 绝对没有哭 证明幼儿园老师呢 他家是住在新北的戏致 但是工作地点是在台北市的内湖 现在园方也紧急停课14天 园方大动作停课 一直到10月23号才会复课 因为意外发现 这名40多岁幼儿园老师 在10月9号就一裁剪 CT值有34 IGG抗体阳性 虽然研判是救案仍然得小心 狂烈98名接触者 在感染源不明的状况下 仍然得加强戒备 在这间幼儿园里头 包括学生 娃娃车司机 老师还有其他陪同家人 北市统计有八十一人 列为居家隔离 另外有四十三人 自如健康监测 双北连在中央 全面拉高警戒 在七月份的时候 有接种过一剂的这个 莫德纳疫苗 恩抗体也是阳性 那表示说他这确实也是因为 感染过的关系 又产生这个不受疫苗 所影响的恩抗体 幼儿园老师 虽然在台北工作 但住在新北戏纸 就怕足迹不止便捷浪地 好的 我们来看到 现在全面的在防堵当中 不过现在这些是旧案 但是他们还是非常的谨慎 担心可能会有漏网之余 那我们再来看到的 就是在今天 在宜兰的这个大搜救 一度非常紧张 在这边录影 外面黑漆漆的一片 还下着小雨 海浪越打越高 但在海市动力 却有着灯光 总共有16个人 在里面相互依偎取暖 伊朗消防队 10号晚间11点 接获线报 有民众被困在 南澳神秘沙滩的海市洞里 当时16名游客受困的地方 就在记者后方的 海岸线那里的海市洞里面 从记者所在的位置 到海市洞那里 走路就需要45分钟 所以多数人是 开吉普车过去的 不过因为昨天晚上 是风雨过大 因此16名游客 就受困在海市洞里 当天是国庆廉价 这16个人 相约出游 前往伊朗神秘沙滩的海市洞 原本打算 两点就离开 但受到台风外围 环流影响 再加上涨潮的关系 还有吉普车 抛锅在岸边阻断路线 导致游客的车 没有办法开着海浪超大 一度改从上线救援 但在海市洞上方就遇到高度 约100公尺的断崖 增加救援难度 原本还想考虑申请苏澳 水温不明才作罢 最后决定出动直升机 还好最后16年都能平安救出 不过吃神秘海汤 近年来可说是热门景点之一 但也传出不少意外 退草的时候 海浪是往下面退 然后有些外地人都不知道 好的我们来看到在现场的这个部分 其实在抢救的时候 大家知道就是在深夜 所以是非常的危险 那讲到这个非常的危险的时候 我们要跟大家讲 其实今天真的是蛮危险的几个事情 刚刚又有一个消息进来 就是其实真的有台风来 真的不要去挑战大自然 刚刚有一个就是结伴挑战 罗马纵走 有一个山友惨遭吸水冲走 这是刚刚进来的一个最新消息 那另外我们刚刚讲到说在屏东 屏东也有状况 屏东有一个雾台乡的大鬼湖 屏东的大鬼湖 有两个人衰落山谷 因为它一共有24个人登山 现在有一个人是没有生命的迹象 那因为直升机没有办法到达嘛 所以救难人员徒步到山里面来救援 另外我刚刚讲到呢 新竹的尖石泰岗温泉的野溪 本来是六个人对不对 差一点超到灭顶 刚刚最新的消息是六个人全部救出来 不过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 就是在宜兰的这个部分 宜兰的这个部分 我真的真心要问的就是 你们真的有必要带着孕妇 带着小孩子到现场吗 那16个人为什么在台风来临的时候 出现在岸边 当地的沙滩业者有说 一行人是驾车到现场准备露营的 但是受困者的阳性有人澄清 他们不是因为兵赤车受困才出不来 而是为了要救一辆Jimmy 并不是去露营 所以我跟你讲 这事情版本非常的多 版本非常多 实际上说真的 frankly I don't care 我觉得今天作为一个民众 台湾的民众 我只是第一个 我很高兴你们都获救了 很高兴 第二个 我觉得你们对于这73万 全台湾老百姓要帮你们付这73万 你至少要给个道歉 然后给一个真实的说法 你不要接下来说 又不是说宾示车 因为大家都知道宾示车 怎么会挡住你 对不对 隔那么远 你现在说要去救一辆Jimmy 好 你告诉我真相是什么 那我跟大家讲 第一个说法 不是露营 你说16位游客只是去赏景 打算下午离去 但是途中因为一台宾示 大卡 大G 卡在沙滩上 你说要找人去脱掉 然后那个人就走了 后来那个司机出来说 根本不是这回事 第二个说法 宾示南说 他看到这16个人 开了四五辆车 有大有小 他看到卫浴杖跟椅子 并不觉得他们要离开的意思 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宾示南 报警也很晚 我们也觉得很奇怪 海巡署 他们收到的报警 是11点14分 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事情 真相并不明 那我们要告诉大家 今天这个台风的这个部分 也造成了很多这个露宿 当然还好是有惊无险 阳明山的华兴中学前面 你看压成这个样子 罗斯福路三段 有一个空污的三楼 那个树会长在三楼 整个这样倒下来 结果机车遭殃 那我们看到这个是整个台湾的这个部分 台湾的部分 光是抢救 就造成蛮大的一个影响 不过我们再跟大家讲 现在抢救陈柏维 有最新的状况是什么 刚刚跟大家说 他们把颜宽恒拉出来 但我觉得颜宽恒 他到底以前 这里面的所谓的这个声明稿里面说 他以前到底有没有扯到 他有没有拿这个公款 跟他的这个爸爸 去什么相关的地方 或者是什么的 这个是以前的判决书 我觉得跟陈柏维是两回事 我良心讲这是两回事 他跟陈柏维要不要被罢免 这真的是两回事 这有点打这个模糊仗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烧到高雄去怎么回事 就是国民党为了拔下陈柏维 也有点慌了 你看新北市议员 国民党的林金杰就说 消息指出 如果陈柏维被罢免 陈其迈已经在高雄市政府 为他安排了一个位置 既然民进党这么支持他 台中人不用烦恼 陈柏维不会失业 让他回高雄就好 然后高雄市议员邱宇轩就说 我们要来接陈柏维回高雄了 陈柏维就说 你位置可以预留 我早就当上高雄市议员了 然后台湾激进党就 就酸到高雄去 邱宇轩说 拜托你好不好 怎么可能呢 年仅二三岁 他讲言宽恒 就跟着爸爸一起用公堂上酒店 然后又说老公爆料 承包高雄各级学校的 营养午餐标案 却没有依法揭露身份的邱宇轩 应该很清楚 被这些权贵拿来上酒店的钱 可以多给学童一餐 饱足的营养午餐 所以这个事情 打到高雄去了 对不对 好 我们一连串报道来看看 就看到刚刚讲到的 那个搜救的 那个在宜兰的 宾室大机车 怎么回事 车子卡在海边礁石 任由海浪拍打 动弹不得 不但堵住道路 车主也不知去向 南澳神秘海滩在十号晚间 游客受困海石洞案件 受民众指控 就是被这台车挡住离开的路 因为退场的时候 海浪是往下面退 好的 我们来看到在这里呢 这个车子出来讲 车主说他并没有挡住 他们的去路 他说是他报警求救的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呢 就是在野溪温泉的地方 六个人都救出来 消防人员到场发现 受困民众分别死散各处 更因为细水湍急影响 救援行动 难以确认实际的受困人数 加上现场天候不佳 云层过后 好的 我们来看到呢 这个可以说搜救的情形 你要知道非常的困难 另一方面 我们再把镜头移到小琉球 今天大家游客赶紧回家的状况 返回东港的交通船 斑斑客满 就算坐在停放机车的甲板上 也愿意 因为要搭上船真的不容易 等一个小时还算幸运 国庆三天廉价 虽然碰上台风 小琉球三天登岛人数依旧爆满 高达一万七千多人 廉价最后一天 有超过八千人要回台湾 交通船加开班次书运 如果隔一天想要回来就难了 好的 我们来看到呢 现场真的是人山人海 回到这里我们再来跟大家讲 昨天的国庆烟火 真的是蛮精彩的 你有没有看到 其实昨天刚好台北市在下雨 我就觉得刚好是在高雄办 要不然在台北办的话 那个雨就蛮大了 不过呢 当然是这个很多人的时候 大家说哇这么多 这么多人要小心啊 千万不能够群聚 真的车站里蛮多人的 我们来看一下 除了看到了这个国庆烟火 我们也来看一下 就是台湾的艺人 是不是蛮现实 某种程度来讲蛮现实的 我先讲一下这个烟火在高雄 其实它里面因为 它要所谓的防止群聚 它里面是两万席次 但是外面呢 港湾区就是有人可以看了 可是最后散场的时候 没有办法嘛 这里还有相关的捷运站 或者星光公园 或者相关的 所谓的这个音乐区 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11月开幕 这也是一个亮点 那主题是在海湾区当中 到场观察烟火的 有13万人 可是他们说这个烟火很漂亮 因为相隔21年 小英总统在现场带姿营 教大家用这个羽球拍来发球 很有巧思啦 那这里面有四大段落 有些歌啊 四季红 草妹啊 人家讲 还有爱拼真会赢 很多很多歌曲 那这样的演出 最主要大家关心 在散场的时候 有民众说排了30分钟 其实我觉得算蛮快 但我不知道有民众说 大概有20万人 不是说13万人在看 怎么会有20万人挤进去 那现场这个你可以看到 还有的是家常演出的 就是有故宫南院 还有无人机演出的 像是这个光影 也都整个非常的热闹 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要讲台电的这个主管 被爆出吴兆唱歌的这个部分 这个是苹果的一个独家 8月18号台电总管处 不是有调查爆发三起确诊事件 就阿中他们有去看 苹果就说台电供电处的 电义组多位主管 在中华民国电义协会举办的 高尔夫球联谊赛的餐会当中 没有戴口罩跟厂商高歌 这个是类似的活动 不是这一场 是类似的活动 然后爆料的人又说 他们还有用电义协会的名义 替厂商来上课 还收终点费 那现在有一些人被点名 但是不确定 所以现在他们就说 要交给这个专案来进行调查 不过我刚刚在讲说 其实你要期待那些明星 真的会在十一国庆 帮祖国庆生 现在在十月十号在说什么吗 很难啦 我看到的这里像欧阳娜娜 杨成林 张军宁 张韶涵 彭于燕 我名字都不用列出来了 还有王大陆这些 他们全部都在十月一号 表达了他们的心机 十月十号完全都没有讲话 朱孝天他娶了中国太太 被逼表态 他只能说希望两岸早日统一 馆长就说你们这些拍马屁的人 我倒觉得贾永杰很真心啊 他又唱国歌 然后还跳水唱 生日快乐 波兰网红高举国旗 他说我爱台湾 蔡英文回应说谢谢 他说不管你叫什么名字 这都是我的家 这个网红讲的很感动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刘德华 刘德华他有曾经在国庆阅兵当中当司仪耶 1993年的时候 他们玩那个123木头人 这个是我说1993年刘德华的画面 我们刚刚剪那段是他表演 你看这个是他当时的画面 我们在一分钟之后回来 小英说了五次 民国什么时候 72年以来 也就是民国38年之后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晚报的现场 我们来看到呢 小英总统他这次 马英九前总统的办公室有说 他为什么说110年 说成72年呢 其实他从头到尾都说 110年生日快乐 只是他有讲到几次说 1949年以来 72年以来72年的发展 72年以来讲了这么多次 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 中华民国在台湾 民国38年之后 才是重要的部分 至于讲到修宪 问题是怎么修宪 那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至于到现在 我觉得也是一个罗生门的 吴贝卷的官网 原始码出现简体字 这真的是蛮夸张的 因为这表示说 你的技术 你的很多内容 是不是跟中国来的呢 你这个可能要讲清楚吧 国交就回来来看看 这是谁的道歉启示 怎么会是这样子 马上回来 回到年代演报现场 张亚中的这个动作 跟赵绍康在朱立伦上来以后 有一些消长 有人说赵绍康的战斗篮 变得比较低调 但张亚中动作很大 你看他这次国庆日 他带了这个人到台北新竹中立 台北到处 他要5000份入党申请书 都被抢光 他接下来要做什么 10万孙粉 10万军 所以人家说 他接下来要有动作 然后我们来看到这个广告 为什么 这是到底什么广告 怎么写那么小 原来是对 黄国昌 他岳父的事情 有媒体对他道歉 他说真的是排版很好笑 广告就回来 我们要来告诉大家是什么 为什么同一条街 有人淹水赔了 有人不赔 我要告诉大家 美甲在哪里 回来不得了 这个冲150块 变成是多少 500块 涨这么多 还有呢 花莲的秀林同盟 今天已经做了上千人的撤离 何欢乡的风很大 大家要小心 不要出门哦 明天见